警察叔叔 不好了不好了 我妈妈的爸爸被坏人抢走了 你快去帮我做做坏人吧 啊什么 麦奇 别着急别着急 我这就开上警车去帮助你 哎呀哎呀 警察先生 我说你开错车了 这是我的消防车 我还要赶着去救火呢 你快还给我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消防员 我这就把车还给你 我要开着消防车去救火咯 那那这个就是我的车了吧 我要开上车走咯 哎等等等等 警察 你又开错车了 这个是我的工程车 我还要赶着去工地上上班呢 你快还给我吧 哦原来这是工程车呀 对不起对不起 工程师 我这就把车还给你 对了警察先生 你的车是白色和蓝色的 哦哦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把这车去上班咯 嗯白色蓝色 那应该就是这个车了吧 要不然我还是问我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有没有找对呀 如果找对的话就发送小红星 告诉我 这样我就能帮助麦奇去抓坏人啦 叶子军 你在干什么 赶快把麦奇给放了 我说怪兽 这不不关你的事 你赶快走吧 哼不关我的事 我就要管这事啦 还不赶快把麦奇放了 不然看我怎么教训你 看我怪兽 黑暗光波的发射 哎呦 妈妈 你教我干什么呀 我再请怪兽叔叔吃坏果呢 什么 麦奇 你快过来快过来 撒什么怪兽把你抓走了 哎呀妈妈 你不知道刚才是怪兽叔叔救了我 所以我才前她吃糖果的 这怎么可能呀 妈妈刚才是已经抓了我 是怪兽叔叔从她手里把我救出来的 啊真的吗 妈妈当然是真的啦 你不相信可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他们可都看见了 那好吧我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买奇说的是真的吗 是怪兽救了她吗 如果是就发送小红星吧 今天我买奇要给我的妈妈包饺子吃 我的妈妈要最喜欢吃饺子了 滴滴滴滴 你到这里干什么呀 我是刀鱼哥哥呀 我在这里准备给妈妈包饺子呀 啊弟弟你可真厉害 还学会了包饺子呀 那当然了 哥哥你不会呀 要不然我来教你吧 好呀好呀 我们先拿一个面团出来 然后揉成一个圆圆的小球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成薄薄的饺子皮 再放到包饺子损器上面 然后轻轻一按 看饺子包好了吧 哥哥你学会了吗 哇这么简单呀 对呀哥哥 你要不要来试一试呀 那好吧我试试 我也拿一个面团 马上揉成圆圆的小球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成薄薄的饺子皮 然后再放到这个包饺子损器上面 这样一按 看我的饺子也包好了 哥哥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么快就学会包饺子了 可是弟弟 我怎么觉得我们少了些什么 嗯少什么了吗 我觉得没有呀 就是这样包饺子的呀 嗯算了吧 我还是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我们是不是少了一些什么步骤呀 如果是 就发送小红星告诉我们吧 乔治乔治 你的好朋友麦奇怎么还没来呀 妈妈你别着急 他马上就来了 乔治乔治 我来了 阿姨好 哎 麦奇麦奇好啊 你们两个呀 妈妈玩 我去厨房 看看做的披萨这样啦 嘿嘿 阿姨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呀 是啊是啊 都是给你吃的 快吃吧 太棒了 太棒了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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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哇 太好吃了 乔治哥哥 还有没有有呀 有有有有 你等着啊 妈妈妈妈 快把披萨拿出来呀 来来来来 看 我给你们做了披萨哟 哇 猪妈妈 做的披萨可真好看 嘿嘿 吃咯 出现了一声尖叫 救命呀 有妖怪呀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们呀 熊儿哥哥 你快想想办法呀 嘿嘿站住 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乖乖跟我回去 做我夫人的乖孩子吧 是啊是啊 夫人缺了一个乖孩子 正好把你们带回去 夫人会很开心的 你们想想 我们才不去做什么乖孩子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就是 找我们去做坏事 就是就是 还有波比 你什么时候 开始给妖怪做事了 你不是跟着超人强的吗 超人强算什么 还是蝎子金大王厉害 法力高强 你熊儿哥哥 这里离花仙子姐姐家不远 我们快去找花仙子姐姐 熊儿和麦奇 终于跑到了 花仙子姐姐家门前 妖怪太可怕了 没想到 波比竟然跟着妖怪做事 是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们到花仙子姐姐家了 花仙子姐姐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你们 你们也跑得太快了 你们不能再跑了 乖乖跟我回去 做我夫人的乖孩子 你做梦 花仙子姐姐 花仙子姐姐 你快出来呀 有妖怪要抓我们 我来了 谁要抓你们 妖怪 哼 原来是花仙子 我警告你 不要多管闪事 否则 我对你不客气 就是就是 花仙子 你可不是我们大王的对手 花仙子姐姐 要不然 你还是先走吧 放心吧 看我的 魔法 魔法 变 哇 恐龙 竟然有恐龙 天哪 太可怕了 救命啊 大王 等等我呀 我也害怕 哇 花仙子姐姐好厉害呀 妖怪都被你吓跑了 好了 妖怪都逃跑了 你们两个赶紧回家吧 千万要小心 知道吗 知道了 花仙子 谢谢你 花仙子姐姐 你可以教我们这个魔法吗 有了它 我们就不用再害怕妖怪了 对啊 对啊 花仙子 你教教阿们吧 那好吧 魔法变 我现在已经给你们施了魔法 只要你们大喊 魔法魔法变 恐龙就会出现了 不过 我们知道了 谢谢花仙子 花仙子的话还没有说完 熊儿和麦奇 就已经迫不及待的离开了 这个魔法只能维持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魔法就会失效 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呀 应该听到了吧 熊儿和麦奇 约了蝎子金 在森林里见面 准备好好教育他一顿 说吧 日本大王在这里做什么 是不是想通了 要做我夫人的乖孩子了 蝎子金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我们要你道歉 并且保证 以后都不再来打扰我们 哈哈哈哈 你们才是做白日梦呢 可笑 哼 魔法魔法变 哇 恐龙 你们 你们这是学了花仙子的魔法 知道就好 赶紧做保证吧 不然 你就跟这只恐龙 一直在一起吧 就是 蝎子金 你赶紧跟我们道歉 然后做下一个保证 不然我们就要让恐龙动手了 别别别 我道歉 我道歉还不行吗 对不起 没听见 你们不要过分啊 那你抓我们的时候 怎么不说过分呢 哎 我说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会去打扰你们了 此时熊二和麦奇 召唤出来的恐龙消失了 哈哈哈哈 你们的魔法失效了 现在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法力法力 随我心意变 不好 我们得赶紧呼唤花仙子姐姐来救我们呀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请你们快发送小红星 呼唤花仙子姐姐来救我们吧 你们最善良了 拜托你们了 麦奇突然要离开美家妈妈和朵朵 麦奇 你要去哪里 麦奇 你做什么 你这是怎么了 你们放开我 我要去找我的妈妈 麦奇 我就是你的妈妈呀 你不认识妈妈了吗 放开我 我要去找我的妈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的麦奇 麦奇 我是你的姐姐呀 我们昨天还在给妈妈庆祝生日的呀 昨天 哎呀 小家伙们 你们在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蒙住妈妈的眼睛呀 妈妈 当当当当 呀 好多好吃的呀 哪里来的 妈妈 这是我们特意给你做的呢 你们做的 看起来好好吃呢 我的孩子们真棒 妈妈 还有呢 等我一下 朵朵 蹦蹦跳跳的 端出一块蛋糕了 还有蛋糕 妈妈 祝你生日快乐 妈妈 生日快乐 哎呀 今天是我的生日呀 妈妈都忘记了 谢谢你们 我的乖孩子 妈妈 这是我们送你的裙子 妈妈穿上 一定很漂亮 朵朵 麦奇 你们真是我的乖孩子 妈妈太感动了 朵朵 我们一定要把麦奇找回了 嗯嗯 离开每家妈妈和朵朵的麦奇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山洞里 妈妈 我来了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看来我的法术成功了 麦奇现在认我叫妈妈了 不过我还是不能大意 我会让他彻底忘掉以前的事情 乖乖的听我的话 妈妈 你有什么要我来做的吗 乖孩子 妈妈有些饿了 你去给妈妈做饭吧 好的妈妈 麦奇很听话的去做了一顿饭 妈妈 吃饭了 好呀 挺丰盛呀 什么东西 这么难吃 之前他给他美家妈妈做的饭 美家妈妈是怎么吃进去的 这么难吃的饭 你也敢给我吃 罚你出去 给我买好吃的东西回来 啊 妈妈 可是 可是我没有钱啊 没钱 你不会去想办法吗 快点去 嗯 好 这边美家妈妈和朵朵 还在着急的寻找麦奇 麦奇 麦奇你在哪里呀 妈妈很着急呀 麦奇 麦奇你快回来呀 姐姐好想你 这时 麦奇正边想办法 边向这边走来 麦奇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你快跟妈妈回家吧 是啊 弟弟 我们快回家吧 你冷不冷 外边可冷了 我不跟你们走 我的妈妈不让我走 我就不会走 啊 麦奇 我就是你的妈妈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哼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放弃 幸好我跟着麦奇出来了 你们想做什么 麦奇是我的怪孩子 你们休想带走他 麦奇 过来 妈妈 麦奇 蛇精 你怎么会是麦奇的妈妈 我就是 正当美家妈妈和蛇精 僵持住的时候 巫婆婆出现了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麦奇中了蛇精的法术 被她控制了 所以才会不记得你们 只有解除蛇精的法术 麦奇才会恢复过来 啊 蛇精 你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样做 你快解除麦奇的法术 不可能 麦奇永远都是我的怪孩子 你 你 你这样 小朋友们都不会喜欢你的 巫婆婆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救救麦奇呀 有 倒是有 但是需要小朋友们的帮助 只要小朋友们 发送多多的小红星给麦奇 它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那太好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请你们救救麦奇吧 拜托你们了 小朋友们 你们要是敢发送小红星给麦奇 我就把你们统统变成我的乖孩子 知道了吗 最近家太热了 我就来森莉莉做果冻了 我哥哥最爱吃巧克力果冻了 给他做巧克力果冻 我的哥哥也爱吃果冻 我也要给他做果冻吃 可是我没有工具 这个怎么做呀 肯定会撒出来的 哎呀 我说多多 这也太简单了吧 我也没有工具 你看我 讲清理一道不就好了吗 就这么简单 可是这样做 傻的到处都是 做出来的果冻也不好看呀 我才不要这样做呢 那你自己在这慢慢做吧 我可要去玩了 小哥怎么办呀 谁能帮帮我呀 呜呜呜呜 别哭了 我可以帮助你 真的吗 花生子姐姐 当然啦 这个呀不需要工具 看我的魔法魔法 好了 看全部都倒进去了吧 是不是很漂亮呀 哇花生子姐姐 你真是太厉害了 谢谢你呀 不客气不客气 那多多我就先走了 哇多多 你给大鱼哥哥做的果冻可真棒呀 那哥哥就奖励一个好吃的草莓蛋糕吧 哥哥哥哥 我想吃蛋糕 小教师 你还想吃蛋糕 你看人家多多做的果冻 你看你做的这是什么吗 啊 怎么会这样呀 收集前的小朋友们 难道我做的果冻不好看吗 哥哥哥哥 我想和麦奇他们一起玩 好好好 没问题 麦奇和花花都是好孩子 去和他们一起玩吧 麦奇 让小奥特曼哥哥和你们一起玩可以吗 奥特曼哥哥 当然可以了 弟弟们 你们看 哥哥这儿有一个拼图 你们三个可以在这儿一起玩拼图 我要去给你们买些好吃的 好好好 谢谢奥特曼哥哥 麦奇 你们喜欢玩这个拼图吗 喜欢喜欢 可是是奥特曼哥哥 我们不会拼呀 没关系 来来来来 我来教你们 这个可简单了 这个放这里 这个放这儿 这个要放这里 奥特曼哥哥 我知道 这个放这里 还有这个放这儿 好了 拼好了 麦奇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厉害 谁厉害呀 有我厉害吗 是是 张师 张师 一块走开 不许欺负我的好朋友 小奥特曼 救你 我才不怕呢 你来得正好 我把你们三个全都抓走 哥哥哥哥 你快来救我们呀 还想让你的哥哥来救你们 等你的哥哥来救你们了 我都把你们都抓走了 说起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小欧星 通知我的哥哥来救我们吧 拜托你们了 孩子们 妈妈要出远的一趟 这是妈妈给你们准备的奥特曼卡片 到时候遇到危险了 卡片里的奥特曼 就会出来保护你们了 真的吗 妈妈 当然是真的啦 妈妈怎么可能会骗你们呀 要记住这个卡片的暗号是123 只有说正确了暗号 卡片里的奥特曼才会召唤出来 妈妈妈妈 就放心吧 我们都要记住了 好好好 那妈妈就先走了 大鱼哥哥 大鱼哥哥 你说妈妈不在家 那些怪兽会不会来做坏事了 哎呀 那些你可不要乱说 不然一会怪兽真的来了 哈哈 大鱼卖七 现在没有你们妈妈的保护 看你们往哪跑 大鱼哥哥 怪兽 弟弟 你别怕 我们有奥特曼卡片呀 哦对对对 芝麻开门 哎呀 怎么孩子不对 糟糕 我忘了暗号了 对啦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暗号是什么吗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帮帮我们吧 我们可不想被怪兽抓走呀 哥哥哥 哎呀 哥哥们还没洗 太无聊了 那我一个人去玩吧 哈哈哈哈 麦奇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啊 姜姜 姜师 救命呀 救命呀 哥哥哥救救我呀 哎 怎么有人在叫救命 好像是麦奇的声音 哎 麦奇呢 不对 好像在外面 那我马上去看看 姜师 你快放开我的弟弟 哈哈 哈哈 大鱼 救你 还想来救你的弟弟 不过你来得正好 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也一起抓走 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小红星 通知超级飞侠乐迪来救我们吧 咻 姜师 快住手 放开大鱼和麦奇 啊 超超超超超级飞侠 乐迪 你你你你 你怎么来了 姜师 你快放了大鱼和麦奇 不然 看我怎么教训你 别别别 超级飞侠 我 我这就放了他们 你别别别别 大鱼 赶快跑 超级乐迪哥哥 谢谢你救了我们 不客气不客气 你们两个呀 不要在外面逗留了 赶快回家吧 嗯 我们知道了 哥哥 我以后再也不肚子出来玩了 诶 这不是怪兽吗 他最喜欢去做坏事了 我要悄悄地跟着他 可不能被他发现 如果被他发现 就会被他抓起来了 我要躲在这里悄悄地看 如果他去做坏事 我叫呼叫奥特曼哥哥来教训他 诶 我都在这站了这么久了 他怎么还不走呀 哦 对了 怪兽最喜欢晚上出动 我在这再等一会吧 太贵了 先睡一睡吧 怪兽怪兽是不是走了呀 怎么还没有动呀 怪兽怪兽 我就问问你 哎呀 这是变形玩具呀 我在这白等这么久了 赶紧回家吧 麦琪麦琪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呀 到底去哪了呀 妈妈可担心了 哎呀妈妈 你就别提了 我在我家的路上 遇见一个怪兽 我心想他肯定要去做坏事 我偷偷地跟着他 等他做坏事 我就可以呼叫奥特曼叔叔 来教训他了 结果 我才发现 原来他是变形玩具 害得我白等那么久 哎呀 发送小东西吧